新北確診數衝破萬人 台北市單日染疫還暴增一千多例 市長柯文哲說疫情在慘下去 台北市很快會謝謝收看 每天成長1.24倍 其實在未來的時間 過萬大概指日可待 台北市居家隔離是17816人 如果還要再用這種隔離的方式 我看在一個禮拜 台北市就關門了 不只是北市會癱瘓 柯文哲更預言若與病毒共存 到年底預計會有400萬人確診 16萬重症甚至有4萬人死亡 未來幾個月發生在香港越南韓國的事 就會發生在台灣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厲害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只是比較慢而已 台北市要推動以篩代格 先訂購了50萬劑快篩劑 針對高風險的第12類族群 啟動以篩代格 只要被匡列就會發6加1劑的快篩劑 而被匡列的前3天 以及第5第7第9天要做6次快篩 要陰性才能出來上班 使用對象也會從醫護再擴大到警銷等防疫人員 未來更包含學校教職員都會適用 但專家不但質疑廢除隔離 感染風險將會暴增 此外篩減量能更是大問題 你快篩代替隔離我看勢在必行 任何人你一有症狀你就自我隔離 你甚至連快篩劑你都買不到 你要檢驗你也排不上 那這就是公衛崩潰全民崩潰 所以確實談什麼都沒用 你有診斷出來才能夠談鞠隔 你有一堆都沒診斷出來啊 菲師傅甚至還反映實施3加4 居隔書會來不及開 但當行政能力被病毒 遠遠甩在後頭 百姓只會面對更多危機 記者楊七號去逛號 SNG小組台北報導 請趕快上快點GO